下山的路上,他们碰到从另条路上穿出来的搜救人员,人都找到了吗?找到了,学生回答,要帮忙吗?搜救人员手里还拿着大捆绳子,但没派上用场,对于非专业人士,反而在他们之前找到人,似乎也有些过意不去,有一个指着蓝忘机道,这位同学是不是脚受伤了,要不我背你吧? 蓝忘机搂着魏无羡的肩,半个身子靠在他身上,低声道,要不? 没事,我可以,魏无羡道,又大声对搜救人员说谢谢,不用,他们终于回到山下亮堂的地方,世界似乎豁然开朗,也拥挤起来,蓝忘机的辅导员来了,蓝棋正也来了,他们正在说什么? 蓝忘机和周宇明一道,就被围住,拿回自己书包的小女生,一个劲地哭着说对不起,看起来被吓得不轻,没事,蓝忘机诞生说,手始终搭在魏无羡肩肩上,生怕人一多,两人就会被冲散,而穿越重重人影,他眼里只有这个人在,蓝棋正跟老师和救援人员都到了线,就要带蓝忘机离开,我给你带了衣服。 他说,一面给私人医生打电话,蓝忘机抿了抿唇,当着太多人,不知说什么,但扣在魏无羡肩头的手指很用力,魏无羡放开搂他腰上的手,你先回去,把脚处理下,魏无羡用只有两个人可以听到的声音,蓝忘机嘴巴动了动,话还没说出来,听到有个学生叫起来,哎呀,魏老师,你脚在流血,刚刚在山上走,无起码黑看不清, 这会到了光亮的地方,人家一下看出来,魏无羡走过的地方都是血迹,你脚怎么?蓝忘机变了声,不小心挂到了,不疼。 魏无羡若无其事地说,实际他早已经疼麻了,蓝棋正打完电话,静静看着这边,救援人员里有随行医生,拿了医箱过来,还有一只折叠凳给魏无羡坐下,要给他简单处理伤口,魏无羡伤口并不算深。 但在雨里泡了太久,这会看起来就很猙獰,蓝忘机眼睛都直了,刚才这人还跪着顶他们上去,下山还扶了他一路,他自己崴了脚,情况也不算好,连本来就白,此刻更是没有半点血色。 蓝棋正走过来叫他走,蓝忘机没看他,我不走,大概这个年龄的父亲都被孩子顶过,知道不说话是最好的方式,而且当着这么多人也不好发作。 蓝棋正板着脸站在一边,蓝忘机辅导员上来帮着劝解。 蓝忘机同学,你脚也受伤了,最好马上找医生处理。 蓝忘机低着头,没说话,无声与人对质,魏无羡伤口处理了一半,青创和消毒让他很疼,但眼前的状况更是让他头疼。 他仰起头,脸上带着自如的笑,好了,先跟父亲回去吧,我没事,等下怀僧会陪我去医院。 他头发还在滴水,眉头因为痛感轻拧着,但看着蓝忘机的视线却很轻盈,与其带着命令的口吻,那你先换衣服。 蓝忘机低声说,他知道父亲给他带了干衣服,而不愿意为无羡穿着一身湿地去医院,于是将这作为交换条件提出来。 我跟父亲回家,可以,你得穿上我的衣服。 魏无羡又不过他,跟着上了停在身边的家常灵侃,只有这一会会才是两个人的时间,都是一身水,身上又都有伤,他们连拥抱都顾不上。 魏无羡就手忙脚乱的,把自己的湿衣服脱下了,换了一身干的。 你回家也赶紧换衣服,乖乖把脚弄好,知不知道? 魏无羡说,没有人的话比魏无羡的管用。 蓝忘机点头,魏无羡捏了捏他的脸,在他的注视下开门下车。 蓝起正皱着眉,站在车尾不远的位置,像是在等着他出来一样。 魏无羡经过他,稍微顿了下,没说什么。 蓝起正开口,你到底给他吃了什么,让他这么听你的话。 男人的声音里带着薄怒,似乎又有种示弱的意味。 魏无羡回头看他,不知该说什么好。 蓝起正看向山的方向,冷风吹动他的衣角,带着些疲态,他陷入长久的沉默,摇摇头。 最终说,希望你以后都能好好待他。 魏无羡意外地看着他,片刻后,郑重点头。 魏无羡坐聂怀桑车去医院,那几个学生怎么也敢不跑。 一群人在医院的急诊楼,来来回回地陪着跑。 有一个董事的买了热饮,来给跟魏无羡和一起上山的几个喝。 聂怀桑也分了一杯,感叹,当老师挺不错嘛。 魏无羡喝了口烫嘴的奶茶,直言不讳,气人的时候你没看见。 检查结果出来,魏无羡脚眉伤到动脉,不需要缝合。 伤口也被重新包扎好。 聂怀桑送魏无羡回家,想留下来照顾他。 魏无羡,滚吧滚吧,就不劳费心了。 你那也是一身泥,赶紧回家细涮涮吧。 聂怀桑看看自己将满你的鞋子,扶额痛惜,这怕是不能要了我新买的限量版呢。 要我陪你一双吗? 魏无羡斜瞎他一眼,那就算了,你那几个工资,让你男朋友。 聂怀桑小心地看了魏无羡一眼,在路上他已经听魏无羡说了蓝气正是谁,想着关系的确复杂。 于是乖觉得闭了嘴,关上门,魏无羡长嘘口气,脚上的痛感一点点苏醒过来,他在沙发上缓了好一会。 才起身去浴室,伤口不能碰水,魏无羡搬了张凳子进去搭脚,拿花洒出了另一边身体,然拧了毛巾擦受伤的这侧。 当伤员真不好受,魏无羡想,可是让聂怀桑照顾他,他又是不愿意的。 自己这个样子,不想给任何人看见。 除了某个人,魏无羡叹了口气,换上睡衣一瘸一拐的出来,他已经不太习惯一个人睡。 但今天格外的又困又累,这一天担心过度,很容易把人的精神耗光。 他想着要给人发个信息报平安的,可浑身乏力,连拿起电话的力量都没有。 魏无羡闭上眼睛,就那么趴在被子上睡过去,梦里他感觉很热,蹭了几下,发现身上并没有盖被子,三月的天就这样燥了吗? 魏无羡迷迷糊糊的想,烦躁的将衣服向上捡起,让皮肤接触空气。 半夜里魏无羡被抱起来喝水,他很不耐烦的挣扎,干嘛啊? 魏英,你发伤了? 蓝旺鸡把他抱在身前,一手吻着他,一手端睡,乖,要吃药,不吃。 魏无羡烧得有点厉害,意识模糊,眼皮沉重地睁不开来,非常烦躁在这个时候被打扰。 他只想好好地睡着,躺平。 蓝旺鸡也没有生气,只是执着地把水杯凑到他唇边,用自己的脸去贴他,张嘴啊,吃完药就好了。 他想起小时候自己生病,阿姨都是唱小兔子乖乖的歌哄他吃药,此刻也是病急乱投医。 蓝旺鸡低声唱起来,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。 很神奇的,魏无羡安静下来,闭着眼睛吃药,闭着眼睛喝了好大一口水。 蓝旺鸡把他放回被子里,捂得掩掩掩掩,只露张脸在外面。 魏无羡鹅皆冒着细腻的汗,整张脸红得不自然。 蓝旺鸡一晚上没睡,把人搂在怀里吐汗,魏无羡手动他就按手,脚想伸出被窝凉快一下,也被他小心翼翼地夹住。 这样午了大半夜,终于烧得不那么厉害了。 魏无羡渐渐渐有了点意识,虽然头还很晕,但他能睁开一点点眼睛看人,蓝湛,你回来了。 嗯,蓝旺鸡轻声说,捧住人微微发热的面颊亲下去,又吻他的唇。 魏无羡本来就晕,被他亲得缺氧,正开人喘气,我好热,你发烧了,不过现在好些了。 蓝旺鸡还是不许他掀被子,手在他身上四处摸着,像是小动物在检查自己的领地。 发烧了啊,难怪这么热。 魏无羡迷迷糊糊糊说,蓝湛你有没有听说过发烧的时候里面热,度那个爱特别有感觉。 蓝旺鸡无语。 他不懂人怎么都烧成这样了还在想这个。 真的,魏无羡不遗余力地引诱,捉着人的手往自己身下放,声音都是软腻的。 不信我们试试啊。